明月几时有,把酒问晴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这个世界上,中国人在生命的深处 有一种和天上的十分自然的联系 这种联系和宗教式的虔诚和敬畏还不完全一样 它起于自然,并由文化做载体 在悠悠岁月中一点一点浸润到国人的生命中去 在昊月当空,银色的光芒把繁华洗净的时候 那些失忆的才子,忙碌的商人,疲惫的农夫 得意的官场中人,在不经意间举目望去 皎洁的月光正从深黑的苍穹温柔的倾泻 它款款流入人的心中,抚平喜怒哀乐的皱褶 并在一瞬间连通一种从古到今,绵延不断的宁密 随之而来的是那一声古老的轻叹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这一声叹息,历经斗转星移,沧桑岁月 终于飘到了同在月下仰望苍穹的已我他之间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不在青灯古佛旁,也不在尘中木骨间 就在滚滚红尘的深处,有人终于听到了那一声对生命久远期盼的回应 这是怎样的回应呢?当我们走过艰难岁月,默然回首之时 会发现它所蕴含的,我们永远无法完全了解的 比苍穹更深远的智慧,比苍穹更宏大的慈悲 它就是亘古以来第一次开启的生命真正得度的真实过程 对于未来的人来说,这段历史将是他们代代相传的神话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月色引去,朝阳喷勃而出的时候,此时的人们在忙碌些什么呢?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这是很多中国人每天早上在公园里看到的景象 人们练的是十几年来骤然在中国大地上开始风行的气功 气功的出现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神奇 虽然大多数人对它的源头知之甚少,但是气功能治病,连气功能出特异功能,却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 也是看到一些很神奇的表演啊,气功表演之类的很神奇的东西 什么轻功表演,柴火柴盒啊,什么电灯泡,那个二百八十两个手拿了一点事没有啊 那种世界,那种神奇的表演我们也都看过,而且很多人都听得就更神奇了 这位叶太太和当时大多数练气功的人一样 除了对特异功能感到神奇之外,还是多年的老病号 为了治病,叶太太练了很多种气功 据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统计,到1992年为止,全国有气功功牌两千四百多种 练气功的人超过了一亿 而中国气功研究会所在地北京,就成了全国的气功活动中心 从1986年开始,北京开始定期举办气功讲座 叶太太和她的先生,当年在中国公安部任职的叶浩先生,成了气功学习班的常客 北京中国科学研究会,中国科学气功研究会,它那个举办的是双周讲座 双周讲座呢,这二十个礼拜天,它必须都是游客 那么我们都买长期课,长期票的,就是一买就是半年的票 北京还以后,北京气功科学研究会 它呢,办了个丹周讲座 就是三国,这一三它办,一三那礼拜天它办 那么我们有时候感兴趣呢,到那边还可以听 差不多每个礼拜天都这么忙的 叶浩对气功的研究比叶太太更深入 她接触气功的态度也非常谨慎 作为1959年从清华大学电子系毕业的知识分子 气功中的种种神奇现象强烈地冲击着她的无神论思想 叶浩决定,要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弄明白 气功到底是不是封建迷信 人为什么可以出特异功能 我研究气功呢,就从宇宙学,天文学 协同车,控制正经济,这个信息呢 所有的天文地理,地质,都种 我从所有的科学体系都证明 有这么一个人类科学,生命科学的一些 跟伟大人类在,但是科学解决不了 当叶先生在北京图书馆 好守穷精研究气功的时候 千里之外,安徽合肥的一些年轻学子 此时也和他发出了相同的感叹 安徽合肥是中国顶尖学府,中国科技大学的所在地 当时在中科大读生物系的思扬 参加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主持的 对气功的研究 那么那会儿本身我就参加了 就像各个高校和这个高等研究所一样 我们学校也有这个气功和特异功能研究小组 那么当时我们就是研究和分析了很多这个气功和特异功能现象 那么有一次是在全国气功和特异功能研究大会在我们学校召开的 那会儿就做了很多实验 那么这里涉及的东西非常多了 包括那个从药瓶里 从原封的药瓶里取药片 从那个玻璃管里烫好的玻璃管 两边都封死的玻璃管里 取一个有很长线的针 它放里面就是为了延长这个过程 因为它要取出来 在这个过程里面都是那个高速摄像机拍摄它整个的过程 所以这个还有这个同位素半摔器改变的实验 还有水的这个频谱实验 所以这实验是做的很多的实际那会儿 所以这些现象 各种各样的现象 包括这个十字 还有诱导十字 小孩的那个耳朵诱导十字 像这种实验做了很多的 所以这些现象 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讲 是非常清楚是存在的 那么只不过现代科学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解释它 前学森教授称气功为唯像科学 所谓唯像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意思 尽管如此 在北京图书馆里埋头苦读的夜号 和在中科大用科学方法研究特异功能的私养 最后都发现气功的源头 指向了中国渊源流长的佛道两家修炼 有很多有特异功能的 他都是也同时在修炼气功 那么他甚至有很多的师傅 那么后来的话就发现 这个气功的和特异功能 这个修炼的方法里啊 基本上最后就是都是不是佛家的 就是道家 我可以简简状的图书馆 看道战 看大战境 我就有这个工作方便 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各种禁书 所以我这学完以后 我说中国真有修炼的 这个根据太多了 所以是什么回事 这个都知道 在终于了解到了气功的源头就是修炼之后 叶浩夫妇是非常激动的 如果佛道神存在 人的生命是永恒的 有那个轮回问题 轮回假如是真的话 那我们人必须得修炼 对吧 我们得让我们的生命处于圣洁啊 对吧 你不能在一个 不能让自己的生命 就是处于很低沉吧 但是随之而来 他们发现自己又面临着一个更复杂的问题 那就是 到底如何去修炼 哪里有真正的师父 所以中国的所有的文派我们都学过 而且都去实践过 但是他就有问题 所有人他不敢回答 超过治病的问题 另外空间问题不讲 另外的生命形式不讲 为什么不讲 气功到底怎么回事不讲 什么都不讲 所以我们听来听去 听来听去就是怎么也是解不开我们脑子里的问题 所以后来都有点失望了 说是不是 气功这个就这么回事了 听来听去听不到东西 对吧 我解不开我们的问题 而同样因为研究气功 而开始习练气功的私养也面临着解不开的困惑 气功本身的研究 我也在各个人也在习练着一些气功的门派吧 但是气功本身呢 他仍然不能回答很多更根本的问题 其实我当时我人生里一直也在寻找 对于有些人生的大问题呢 一直也是还是在困惑之中 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 因为我总觉得好像一个人吧 从生下来也不知道就稀里糊涂生下来了 然后呢 长大很辛苦的就准备参与这种竞争的浪潮 在这个人生里就是拼搏吧 千辛万苦 千仇万苦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参加这个竞争 为自己博得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吧 然后最后呢 免不了的就是 最后总是要拼命满身 然后这个最后撒入人间 这谁都是走这条路 然后好像 如果我觉得如果搞不清楚 到底为什么 整个这一切是为什么 那受这些苦 何苦呢 九十年代初 中国的城市乡村 公园绿地 随处可见 便起功的人 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心态各不相同 但是 起功的出现 给他们提供了一个 重新思考很多问题的机会 有些人固有的观念 受到很大的冲击 有些人的世界观 因此而改变 还有些人 觉得自己的面前 打开了一扇门 它将通向一个 全新的世界 但是 与此同时 那些想继续探索下去的人们 又都看到 气功这条 似乎可以延伸下去 令人进入一个 全新领域的路 却偏偏在去病 健身这个层次 就戛然而止了 留给人们的 依然是对生命和宇宙的 无限困惑 中国东北吉林省长春市 有一个胜利公园 它和中国各地的 其他公园一样 每天早晨都有 晨练和练气功的人 人们在练完功之后 喜欢聚在一起 闲聊练气功的体会 1992年5月的一天 一位年轻人 加入了这群 气功爱好者的交谈 在谈话中 大家立刻发现 这位年轻人 所演示的功法 和讲出的理论 和他们习练的 所有功法都不同 人们觉得 他讲得太好了 于是都提出来 跟他学习 这位年轻人 就是李洪志先生 他所讲授的 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 法轮大法 当时许多不认识的人 由此成了他 讲法传功的 第一批学员 1992年5月13号 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 在长春第五中学举行 开班不久 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一位患有严重 腰椎肩盘突出的病人 被家人用担架 抬进了学习班 老师说 你叫人把你抬 抬上来吧 这时候我的孩子和 我的家人就来了 把我抬到台上去了 抬到台上去以后 老师说 你能不能配合我呀 我说能 老师我就好像 就在那一刷间 不到三秒钟的时候 老师就说 你坐起来吧 果然我就坐起来了 老师说你下地吧 当时我就想 我都不能 养着躺的人 我能坐起来吗 我真的就坐起来了 叫我下地 我就下地了 下地以后 老师说你走吧 你已经好了 我就在台上走了一圈 在这之后不久 北京的一号夫妇 偶然去参加了一场 临时安排的气功讲座 那么上午 那个礼拜天 就告诉大家 下午还有一个 希望是介绍 我们临时安排的 你们愿意来的来 那我当然去了 对吧 我去一听呢 一听这个两个小时的介绍以后 我就觉得 哎呀 这个功法太好了 这个功法太高了 那那个时候他都不去了 结果我说我们赶快去报这个班的名 赶快去参加这个班 叶浩夫妇听到的就是刚刚传出不久的法轮功 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在长春成功举办了两期学习班后 决定到北京传法 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就这样起步了 当人们还在以看看又出了一个什么气功师的心态 来参加法轮功学习班的时候 李洪志先生开宗明义 讲了这样一段话 也就是说呢 他们所传售的东西啊 都是确定健身那一藏刺中的东西 这一点呢是肯定的 因为我是中国气功科学会的这个直属气功师 整个全国的气功形势我也知道 这个往高藏刺的创工啊 只有我一个人在做 目前全国啊 只有我一个人在做 这个因为牵扯到很高的问题 牵扯的面也很广 牵扯的历史渊源也很大 所以这个不是脑袋一热就想做 真的做得来的事情 同时他还讲到 我也不搞治病 也不搞这个像其他气功师啊 搞什么这个表演啊 搞什么给你点什么信息啊 等等啊 做的一些事情 我不做 我就是往高藏刺上带人 穿功穿法 李洪志先生更明确地讲出了 埋藏在气功这个名词下面的真相 那么既然他有这么久远的这个年代的历史呢 他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有这么长时间了 为什么会流传这么长时间 他是干什么的呢 这里边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是属于佛家气功 那么佛家气功 最终的目的是干什么的 修佛 所以我这个就是解释 就是为什么脑子也 entregs高了 讲话会困張 他不大 佛也绝对不会去学 因为我们那时候 你看这么艰难走过来以后 那你说这有一万个疑问 几十万个疑问 我们在所受的科学教育是这个 这头是另外困境 另外生病 另弹的规律 我们每个人都要问过 为什么 当然一定要找出来 我才会找的 所以那不知道 这几年当中 走过多少个疑问 你看 我1978年以后开始 就是我们就在研究七宫 一直到了90年 12年 我才开始真正学七宫 所以后来这样的技术 碰到李老师 上回就都懂了 就所有的疑问一下就都解决了 法轮大法 自1992年在中国大陆传出 1994年年底 李洪志先生正式结束 在中国大陆传法 在这期间 李先生亲自开办了 54期学习班 轻而听到李先生讲法的 一共只有2万多人 但是 从1995年到1999年 短短4年间 据中国官方统计 练功人数就从2万增加到了 7000万至1亿人 在这个过程中 法轮大法传到了中国社会的所有阶层 从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到专家教授 高级知识分子 可以说 有多少人修炼 就有多少种遇到和认识法轮功的方式 因为我是91年到北京 清华大学读博士 后来在95年的时候 清华正好在那个小树林 当时就是那个小树林 开始义务教工 我看到一个小广告说法轮功 我说这又是一种功法 我可以去试试吧 我第二天就去 又买了本转法轮 那时候转法轮就出来了 结果再看转法轮就不一样了 我是从早晨 大概早晨开始了 上午 一直看到晚上天黑了 我都不知道开灯 因为明镜去了 因为看完 看完一节 就想看下一节 看完一节就想知道 后面还讲什么了 看完了以后 就觉得完全就是 整个世界观都改变了 就是以前很困惑的一些事情 在那个时刻 好像是全部解决了 那个时候就感觉 这真是有我喜好的东西 94年8月的有一天 就是我太太就见到了 我们学校一个小学老师 是我儿子的班主人 她是心脏很不好 要打桥了 她走路都很困难 因为心脏要做心脏打桥手术了 那有一天我太太有几个月没见到 她突然看见她自己走到菜市场去买菜 宏观满面 就问她发生了什么变化 吃了什么仙丹妙药 她就很神奇地 就把我太太带到她家里去 一看就是中国法轮功 我当时拿到 我就一下子就感觉能量很强 我娘嫂 我的妈家的嫂子 德国清卫的脑血算病 不能行走 练了法轮功 不到两个月都能下地做饭了 所以我儿子 妈 你快去看看 大舅妈 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一听说 立即就去了 一看她学那个供 我看一抱着 我说 我们门口都有练这个供的 所以回了家我就练这个供了 所以从此就走上修炼的路了 练了 反正那不长时间吧 一个月 两个月 我就觉得这个供太神奇 从来没觉得 真正尝到了没有病那种自然 我又觉得反挥着年轻人的时代了 回身飘去 腿走路真能生风 头疼 感冒 什么也烫不上了 男的当时可能看了几张 那一晚上吧 就一口气我看完了 看完了以后 对这个书 我当时感觉最深的一个感觉 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 这书不是人写的 结果看完传本了当天 躺在枕头上 就什么也没想就睡着了 我还不知道呢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一天看书 看了一天累了 第二天觉得很精神 等了再一天 还是这样 我就感觉很奇怪了 我十年 十年的失眠 你知道那什么痛苦 结果就看了一遍转房了 还没练动作 就完全好 我当时看了这本书呢 叫《中国法轮功卷》 这本书当时看了 就觉得看完了以后 就好像它是N尾 不知道有多少尾 你看着一个线索吧 再看下去 就发现又有一层逻辑 再看下去又有一层逻辑 层层层层的 就好像无穷无尽的 反正呢 看起来是好像 咱一看很浅显 一懂的一本书 但是看完了以后 好像就一点都没看过 又好像懂了 又好像一点没懂 所以就感觉 非常的惊奇 这种一件事情 因为关键人都是 经常感到一冷 冷的发疼 就感到有一个很温暖的 一个水管 在冲洗那个地方 就一个个暖流 冲洗 透过脚心出去 就有这个感觉 到三天 三四天 这个学习班 因为是七天 九天班 我就能够自由地下灯了 这是第一个神奇 法轮功当年 在中国大陆洪传的盛况 甚至也传到了 西方人士的耳朵里 1994年7月2号到9号 李洪志先生在大连开办 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 7月5号这一天 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两位 风尘仆仆的远客 我们专门来到大连与他见面 我们在那里第一次见面 当时有很多人在他周围 他就说 能不能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 所以后来就单独跟他在一起 还有一位翻译 我们相互认识了 当时我带了一盘录像袋 当时我带了一盘录像袋 可以播放 他想看看我的儿子是什么情况 所以我就给他看了我儿子的几张照片 他说 我们做一个试验 我现在要对您的儿子身体发工 我现在要集中精力做一些事 过了几分钟后 他马上就看到我儿子身体的右半侧有问题 问我是不是这样 我回答是 而且他还有说话障碍 讲话不太流利 他说 我现在要远距离做一些事 我说 我有点怀疑 远距离能行吗 他跟我解释说 他发出的工就像电台的电波一样 在远处也不会有障碍 所以可以进行远距离调制 他做完了之后 让我给太太打个电话 看看他们那边感受到什么了 但是由于时差比较大 当时是早上十点 但是巴黎才凌晨四点 所以我说那边才凌晨四点 他说 那就等一会儿再见面的时候再打 问问有没有发生了什么事 当我打电话给我太太时 问他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说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门夜四点的时候突然醒来了 他热得不行 热得不行 脸通红的 还变得能说了 我什么都没解释 我就明白了 这是李老师发工后 一个很强烈的反应 正当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蓬勃发展的时候 从中科大毕业的思扬已经来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但是越是了解自然科学 他就越发现自己一直找寻的人生和宇宙的意义 无法在科学中找到答案 在这种情况下 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 欢迎人生和宇宙的这个终极问题 我觉得是在佛法的修炼里是能找到答案的 那么而这些问题对我来讲是生命很根本的问题 而在这个现代科学里 实际上我越来越意识到 实际上它是实际上是 对于大部分人也就是一种生存方式 他不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的探索上 它是无济于事的 所以呢 我就选择了最后 进入佛家去修炼 等于是皈依 他有个皈依的这种仪式 然后就正式进入修炼的状态 我在一个北加州的寺院里 就是长期这样 以居士的身份修炼 因缘济会 在寺院中戴发修行的寺阳 最终没有替杜成僧 在他的师父缘济之后 他也决定离开寺院 但是这时的他 心中有了一份强烈的期盼 当然在这期间呢 其实我也一直在 在等着一个人 因为我在寺院的时候 里呢 那个老师父啊 老和尚有传了一个预言 这个预言呢 是隋朝一个不虚禅师 传出来的 他这个预言 我知道的这一段 就是讲这个清末 以后这一百来年 一百年左右的这个 这个历史的一步步演变 那么 讲到这一段 讲到就是说 现在这一段的时候 就讲就是说 中国呀 会出一个圣人 这个圣人呢 会是以一个 在家人的形象来传法 那么 他的影响力 将来是整个遍布世界了 那这个预言里讲是叫 玄色齐观 龙张齐福 四海鸥歌 阴寿齐福 那么 还讲了 这个人是属兔的 他叫相降御兔 见东升 那么实际 我也一直在就是 在等着这个人的出现 那将来就是说 如果出现以后 一定要跟这个人修 1999年4月25号 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 四二五法轮功学院 大上访事件 远在美国的思扬 第一次听说了法轮功 这个新闻引起我注意 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从我的角度看 因为已经有 八九六四作为前科了 有哪一位 哪一个人能够 号召这么多人 或者感动这么多人 来冒这么大的危险去上访 我觉得这个人肯定不简单 正好呢 这会儿呢 在海外 我们那个科大校友 校友有一个 电子邮件的 一个名单 那么他们就有发 有介绍法轮功的 说有一个网站 讲这个介绍法轮功的 那我就非常好奇 我说这个 这个师傅肯定是 有两下了 那么我去这个网站 去一看 那里有这个 李洪志师傅的这个 讲法 那我就开始听 那么我一听 一开始很快就吸引我了 他讲的内容 很快就吸引我了 我就 主要有两方面 对我震动很大 一方面呢 是就是说 我以前研究的 我觉得很深奥的东西 或者一般人不知道的东西 李洪志师傅就很轻而易举 就讲出来了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 我以前很多困惑的东西 觉得就好像 没完全搞清楚 或者搞清楚一点点 这个师傅在里边讲 使我豁然开朗 实际上我一听 就听了一晚上 就一直听下去了 我后来基本上 这一晚上就没睡觉 就基本上 把他九天的讲话 差不多都听完了 我记得我听完了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我还跟我太太讲 我说这个朝温道 稀可死 法轮功学员 把这个接触法轮功 并开始修炼法轮功的过程 叫做得法 一亿人得法 有一亿个得法的故事 很多时候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 促成他的因缘 也许并不简单 1999年5月23号 多伦多法轮大法 新的交流会上 一名弟子 向李洪志先生提问 说无法报答师父 将是弟子永生的遗憾 李先生当时讲了 这样一段话 其实没有啥遗憾的 你们得的也不容易 你们知道的是 现在偶然间 好像别人告诉你 法得到了 那是埋藏在你心底的 就像那个垫的插头一样 一下子碰到了 就通了垫了 可是有的人 他这个插头 已经被灰尘 污泥盖得不起作用了 插上插头也不通电了 有很多人为了得法 在历史上掉过头 在历史上也在修 而且修炼中 也是吃了很多苦啊 这样的师徒相遇 不知道是怎样的一种缘分 也许在冥冥中 在漫长的历史中 徒弟在找师父 师父也在找徒弟 李洪志先生 在1998年9月的瑞士讲法中 还讲过这样一段话 你们在座的每个人 在历史上 你们没有来到人间之前 你们的心灵深处 都埋下了今天要得法的种子 在人类社会当中 我多次找到你们 曾经给你们受寄过 这些东西都强烈的起着作用 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洪传 面对来自各个阶层 有着各种不同生活背景 持有不同想法的有缘人 李洪志先生 对他们说了这样一句话 大家知道吗 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 我把所有的学员 都当做弟子来带 包括自学能真正修炼的人 这句话到底有多大的分量 很多人在得法初期 是无从了解的 但是有一点 所有真修的学员都知道 那就是一进门 师父就在管它 我们这里不讲治病 但是我告诉大家 我可以帮助大家进化身体 你只要是真正坐在这里 来修炼 来学工的 专一来学法轮功的 你能放下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负责 把你的身体给你进化下来 这段话被上亿的法轮功修炼者亲身见证 可以说 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有在大法修炼中去病的经历 而对于有些人 那些经历简直就是重生的过程 不到五十岁 然后四十七八岁就开始脑袋疼得厉害 天天脑袋疼 后来检查说我是脑萎缩 医院跟我女儿说 你呀你回去 她愿意吃啥 你就给她准备 就给她买上 她愿意上哪儿玩 你让她上哪儿玩 心里高兴一点就好了 这个病啊 住院也很难治好 女儿听了这个吧 就变成热了 到公园后来有个相姐告诉我 她练法轮功胃癌好 就是好多了 不那么疼了 我一听说我就想 我也练法轮功 后来呢就请了书 就练法轮功 练了能有三四天后 我就觉得我走入腿 轻了 走比原来走得快了 我就很高兴 我就接着就练下去 我现在今年是七十五岁 我觉得比我四十七八岁那个时候 好得多 脑位缩的状态根本就没有了 但是后来呢 我这个修炼以后 就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就开始这个 我觉得就好像就开始 就是说处理我这个偏头疼的问题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呢 好像就是 把一个东西从我脑子里往外拉 就先是我记得当时是 从那个右半边 这个脑子往外拉 就感觉就把一个东西往外转 随着一点一点拽 但是拽的过程中呢 非常非常的 头非常非常的痛 好像每次大概都经历了两三个月 左边右边经历了两三个月 左边经历了两三个月 就把那个东西往外转 拽到最后就感觉那个东西 但是那个东西呢 它好像经历的 它就拼命反抗 不想让它被拽出来 我就感觉一开始就 一开始没感觉 就是说整个往外转 最后呢就感觉 它好像咬着我的头 拽拽拽拽 拽到最后呢 好像就拽到我们一直 大概都就是拽到这个 就是好像从这个部位 拽出去的时候就感觉它那个东西 就咬到我这儿这个 就像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 一张嘴咬到这儿 咬到我的那几天呢 不是头头 就是这个脸皮这儿咬得疼 最后呢给它拽出去 好像就没事了 我觉得1994年11月份的时候 我刚才是 带了个大病 这个呢 胃齿血儿 去到 说到休息数只有6.7 能像死人一样 那是我在医院里 我们同事来看 我又跟我说 把那种事物要到广州来办一办 你参不参加 我说我参加 叫他们给我报名 我还记得 我们单位开了个车 送去 几十个人去 但是我上车下车 进了会场 都要同事孵着我 因为我走路不稳 失去了这么长时间 但是我记得 我的那个班上 听完两天扣以后 第三天我就不用他们孵了 我自己就走得很快了 现在练法轮功的群众呢 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就对这个 法轮功的练功群众呢 做了一项专项的调查研究 1998年 北京 武汉 大连地区 及广东省的医学界 对近三万五千名法轮功学员 所做的五次医学调查表明 修炼法轮功 去病健身的有效率 高达98%以上 其中痊愈及基本康复率 在70%以上 被调查者的心理和精神状况 也得到极大改善 李洪志先生在讲法中 有这样短短的一段 关于净化身体的论述 有一部分人我跟大家讲啊 他事先声明 你可能会感觉到头疼 脑袋疼 身体过去有病的地方啊 现在开始痛啊 不舒服 恶心啊 晕啊 甚至于像全身虚脱了一样 像得大病 得了重感冒一样 什么样的状态 可能都会出现 不是每个人 什么样的状态 都会出现 我说 有的人会出现这种状态 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这种状态 是吧 有的人全身有病的人 就会出现全身啊 发冷 有病 我昨天呢 讲了 我们今天呢 就是把你身体上的 那个病罩 全部给你拿下来 这段朴实的大白话 寥寥数语 一律而过 一般人也许不会太注意 但是对于在修炼领域 有过实践的人 会多少了解 这几句话意味着什么 在佛家的讲法里啊 这个善恶有报啊 是一种规律 它是一种定律 就是说 你有恶业 它一定会遭果报 你做了善 你积了善德 善业 那么它一定会有好报 这个业 如果你病被治好了 这个业不是你受 那就是治病 给你治病的人受 以前我跟的一个师傅 就是这样 我都知道这样 就是说 当他带一些徒弟 多一点 稍微多一点的时候 他自己都受不了 他都会 他都会那个 他自己甚至有的就走了 你看修炼法轮功里 当时实际上 我一个震惊的地方 也是在这 因为师傅是普渡 那就意味着 师傅为 他众多成千上万的弟子 消去了业 那意思 那意思也就等于是说 师傅替他承受 这么大范围的 这么快能消掉的话 这个实际上就意味着 师傅承受了非常巨大的意义 为首我心里 全心无力 身上事实 就也知名 心悲是从前为先进 伤开刀门 望我回归 传我大法 叫我修炼 在我强手 然而进化身体 仅仅是法轮功修炼的最初阶段 李洪志先生在讲法中 道明了掌功和修炼的实质 修炼上不来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 不能够往高层次上修炼 第二个就是不知道 注重心性的修炼 升不上来 如果说去病的经历 是学员们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修炼之路的话 那么李洪志先生的这段话 则是所有真修弟子 每时每刻亲身体验的 大法修炼的真实过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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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